创作本身 它是一个我向外输出的方式 所以首要的它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而不是去做一个 大家觉得你该去这么做的事情 将世界万物丢到数字的世界里面 然后想方设法让它动得漂亮 富有设计感 其实小的时候还是挺憧憬的吧 特别希望说能有些方式到未来中去 因为当时会觉得 这些物质的发展 然后一些新的科技 会给人带来一些愉悦感 当科技它逐渐地 可以满足从前的一些文学作品 或者艺术作品 对于未来的想象的时候 那些走在科技和资本前沿的人 他们很乐意去把这些想象变成现实 就像赛博朋克这样的一个 比较古老的文学风格 我自己理解的赛博朋克 可能会更接近于说是一种 非常高的科技 和一个在非常贫穷的状态下的冲击 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了一个乞丐 但是它是用二维码来去收款的 我觉得这其实挺赛博朋克的 记得第一次打开ROG Zebra Store的时候 它升起的屏幕有惊艳到我 因为这种联动机构呢 往往都出现在一些玩具里面 没想到可以设计 设计进这个笔记本里 还挺有未来感的 我所使用的软件呢 往往都拥有比较复杂的视窗系统 比如说Viewport 比如说实时渲染的IPR 或者是材质的节点管理器 所以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都需要两个屏幕 而现在配备了双屏的笔记本 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痛点 在去做满载运算的时候 基本可以保持系统的稳定性 很喜欢在笔记本上 玩一些设计精致的独立游戏 它的动作设计我特别喜欢 非常流畅 而且在游玩过程中间 你会看到非常多的 非常细腻的跟场景的交互 在满效果的情况下 还能达到60fps的帧率 这种动态的流畅性非常的解压 香港嘛 就是经常是一个赛物旁客的 一个区域景地 然后曼谷的那种非常繁杂的电线杆 我觉得也挺赛博朋克的 然后能跟当地的艺术家合作 一起做一些大大小小的东西吧 所以说如果有一台这样的笔记本 我倒觉得是一个 可以实施这个计划的一个很棒的契机 我可以做一些这种东西 我可以做一些哦 我可以做一些这种东西 的东西 我可以做一些这种东西